谁说徐杰打不了路人王 这两个球 把CBA最顶级的外援当猴耍 广东队生死时刻 徐中峰面对CBA最顶级外援 NBA总冠军获得者莫兰德 上演经典小打大 利用速度节奏优势 一个急停 干拔命中 第二球 同样面对莫兰德 徐杰展现出球场惊人的特质 杀到篮下 极限操作将球打尽 而就是这样的徐杰 曾经有人却说 他打不了路人王 现在看来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曾经所有人都说 身高179的他 打不了职业 但他从不被人看好 到广东最为依赖的外线杀器 他的灵性 沉稳 果敢 都是他成功的主推技 这场精彩的辽阅半决赛 徐杰出战36分钟 拿下18分 三助攻 一抢断 一封盖 在场上 徐杰就像个 在巨人丛中自由穿梭的精灵 他波澜不惊 却在关键时刻 给予重重一击 惊得辽宁队一身冷汗 你说他打不了关键球 结果他常规时间 投进大心脏 绝评中投 你说他的身高太矮 面对内线太吃亏 结果他经典小打大 细耍莫兰德 灵活上来命中 年仅22岁的他 在不断刷新想象力的认知 他可以不利用身体对抗 仅凭技巧从容得分 他可以眼疾手快地 切掉对手的运球 并送出手术刀般精准的传球 甚至 他可以在中锋头上 抢到篮板 拿了个徐中锋的美名 几后赛场均15分一抢断 真实命中率 联盟后卫第一 这样的徐节 如果放在路人王赛场 谁能赢他 或许 只有野球界的天花板 马师傅能赢他吧